接着新闻镜头,担任到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现场 副议长潘岳霞针对了玉旅镇各里年久未改善AC路面破损严重 以及春日里还有观音里的赤柯山 因为在干旱或者是降雨量不足都容易发生缺水的问题 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地方来改善 花莲县议会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 副议长潘岳霞并且针对玉旅镇各里年久失修改善AC路面 春日里三陵四陵路面颠簸破损严重 产量里路面两处平日来往车辆频繁 年久失修一日原生里十陵路基冲刷路面崩落 和地方铁路高架化等一体体图咨询 花莲铁路高架的必要性不但可以避免 平交道的交通意外的事故 还能够提升交通顺畅性 真的是在紧急的状况 看着这样急诊室就在对面 竟然救护车就过不去 真的是还蛮危急的 这样如果碰到紧急状况 真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所以这个人命关天 在这个高架必须要 非常的需要这样子落实 也尽请中央跟县府这边能够多关注一下 要提高我们的公共安全的系数 不管是品质呢 或者是预算都能够增加 因为每一次的台风或地震 都是在花东两线发生 频率是最高的 它从一里镇长两通往护理箱 白天绿意盎然很美丽 不过到了夜晚 就是一片黑漆漆的 非常的危机重重了 该大桥缺乏照明 标线也已经模糊不清 请积极的办理相关的设施 提高交通安全 还有长户大桥西侧 通往古风方面的排水系统 每一次碰到大雨 也是该路段也是严重的积水 路面颠簸意外的一个频传 所以造成许多的一些伤害 那这个部分已经会看过好几次了 我希望一起陪我去会看过的一些各局处 农业处和建设处 看到我这个详细内容 能够尽快的去现场 能够把它修复好 最近西瓜跟文旦 都是这样 那个产子都是名列前茅的农作物 但是前阵子因为天后一场 高温多雨 然后造成西瓜裂果 下雪芒果也无法结果 然后目前已经进入结果期的文旦 也无法收成 结果率非常少 那品质还是很好 但是那个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对此 县府的农业单位应该提早因应措施 南区四个乡镇有好多好多的损 好多年都失修的农路 疫情冲启了整个大环境 但是农民依然还是努力经营的赖以为生的农业 守护农路 在玉璃镇东风里的竹林农路 陆基已经毁损了 颠簸不平 然后九年失修 农民真的非常辛苦的在经营农业 希望县府能够给农民一个赖以为生的农路 瑞瑟温泉区还有观光温泉区 花莲南区有那么难得天然的观光资源 请县长要秉持花莲观光大县的推动方向 如何把我们花莲北区成功的案例 也能着力在花莲南区 让南区的能够平衡发展 让我们花莲的观光形象品牌 能够更加耀眼国际 有许多在地的年轻人 迟迟不敢返乡 其实他们很想回来 北花莲有那么好的青年住宅的政策 我希望我们下一批 南花莲的青年安心住宅 也能够在花莲南区有规划 有设计 让花莲南区四个乡镇的乡亲 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够受惠县长的得证 会长潘月娇表示 虽然疫情相当的严峻 也感谢欢迎政府全力支持地方办理相关活动 让地方一动赛事相当的有活力 另外玉璃镇春日里用水安全以及权益问题 也请相关局处能够加以协助办理 来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